Hello 大家好 我是部長 最近評論的兩隻創作者的影片 都獲得很棒的迴響 在這邊再次 謝謝大家對於這個系列的支持 這個系列應該是要給一個新名字 之後會評論不只是 YouTuber 的影片 就是可能是 MV 或者是其他類型 都可以來觀賞跟分析分析囉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區留言推薦我要分析的影片 這一週我們就要來評論另外一位 YouTuber 的影片 那就是由目前擁有將近 50 萬訂閱的劍寶所拍攝 留言終結 品質 一字馬威力究竟有多猛 讓劍寶撐不了 10 秒就圈了 之前聽說這個影片後面有一段非常厲害的武打場面 果然如江湖中所傳說的一樣 真滴非常厲害 那這影片前面一半 大概一半都就是這個 健保跟品質的一個約會影片 那這段時間大概就是品質出現在健保頻道的初期 那其實觀眾都有一點物理看花 那不知道品質到底是不是健保的女朋友這樣子 那我覺得這本來就是他們健保的一個影片風格啦 根據我觀察他們的一個互動 我覺得品質他們就是跟健保之間的一個關係 他們應該就是一個非常敬業 且專業的一個表演者 這一點真的是要給他們的團隊 respect啦 那就是要觀眾猜 就是要觀眾羨慕健保 就是要給觀眾希望 好的 那總之啊 看到影片進行到差不多4分57秒這個部分 品質好像很生氣就是說 就轉頭就走啊 那之後呢鏡頭就帶到了他們這個戴雅的工作室 那接下來呢這一段呢一路到影片的最後呢 其實看得出來健保團隊就是有做出 詹密的拍攝分鏡規劃啊 以及演員啊攝影師走位的安排啊 剛進來這邊呢就是要拍攝一個 吵架的一個長鏡頭的場景 長鏡頭的意思呢就是沒有什麼剪接的點 必須要一段時間依靠演員的演出一鏡到底的意思喔 那這邊的處理方式就是有兩種 如果鏡頭呢是在一個不動的一個狀態下 觀眾看到的畫面呢會類似像監視器的一個概念喔 在這個監視跟觀察健保跟品質吵架 那如果呢是在一鏡到底的表演條件之下呢 除了演員必須要做長時間的一個演出不能斷 那另外一個就是必須要靠攝影師的那個能力 來增加畫面的張力喔 所以看到這邊攝影師不斷的用手機的放大縮角 如名如帽來製造一種慌張感 那一般呢比較專業的相機呢 為了要凸顯主體呢會把光圈開大 那就會製造出這個背景模糊的效果啊 但是呢通常這種效果呢 只適合在主體不會做太多動作的演出喔 因為光圈如果開大的話呢 攝影機允許的焦段很短啦 只要物件喔 些許往前往後呢就很容易失焦啊 動作快的話呢攝影機的自動對焦 或者是攝影師的手動對焦 未必都能夠跟得上動作 所以啊運用手機拍攝影片的功能本身呢 就是預設是要把穩穩的把背景跟主體都拍清楚 這種小光圈的設定下呢 就很適合這邊這兩個演員這些大動作的演出啊 那我們逐漸看到很多作品呢 都有用這個嘗試用手機來做拍攝 像是前陣子有林柏宏啊 謝忻穎的怪胎 廖明義導演的整部電影就是用手機做拍攝的 那用手機拍攝的好處就是呢 它可以運用的拍攝空間很多啊 因為手機就很小一台嘛 你要放在洗手台 你要放在房間的一個小角落 或者是你要像健保這邊這個鏡頭 需要做很多快速這種移動啊 小小一台攝影機呢就很方便去做運鏡 比較不會受到機器本身跟腳架 還有各種燈具的一個局限 所以如果考量到攝影機的活動性呢 現在畫面呢跟穩定度越來越好的這個手機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拍攝方式啊 但是切記不要過晃啊 要不然這個觀眾就很容易暈啊 你看喔 攝影師呢都頂多是做前後的鏡頭變化 在沒有三軸穩定器的狀態下 並不會有太過嚴重的一個擺動啊 但依舊保持一個微微的一個自由的晃動啊 在YT 圈之中啊 用手機拍攝出名的反正我很閒 很常使用這種拍攝方法 是屬於一種偽紀錄片的形式喔 透過很快速暴力的鏡頭畫面伸縮 來表達這個觀眾的一種 蛤 什麼 蛤 的那種疑惑緊張情緒喔 那這裡呢健保跟品質喔 就是剛回到辦公室 那攝影師呢在醞釀情緒上面 真的是功不可沒喔 那這邊呢品質出了第一拳 那這第一拳很重要 是開啟整個武打動作片的一個關鍵 那這邊呢就選擇了一個Z軸的一個借位喔 那創造出我們真的就是覺得 有達到的那種錯覺喔 在3D 的環境中有所謂的 X軸 X軸 Y軸 還有Z軸 X呢就是左右的移動 Y呢就是上下的移動 那Z呢就是一個進去跟出來的一個移動 那這邊的拳頭呢是在往鏡頭的前方出拳 那健保的頭呢是落在Z軸上面的一個運行方向 所以呢我們並不太清楚這個拳頭 跟這個健保的頭之間的這個 不知道它那個距離喔 那如果呢我們把角度轉成橫向的 那如果這個出拳的距離不夠接近呢 我們就很容易看得出來這個拳就是沒有打到 那如果當視覺這個錯覺製造出來之後呢 這邊另外一個就是健保必須要做一個力道延伸的一個演出喔 一般的動作片呢其實不只是打的人是重點 被打的人也是同等重要的喔 像是這個小子男產呢 主角丹尼爾的這個這個鶴形T喔 如果沒有強你這個頭的一個擺動 力度可能會少非常非常的多喔 我之前呢自己在這個加點檢查棒的時候呢 有去體驗負責這個狂圖這部電影中的這個動作特技 金馬獎肯定的ACT台北動作特技團隊喔 有一些動作特技教學喔 我們跟演員之間呢不可能真的打 那這兩個範例呢我都可以看到這個被打的人呢 頭呢都會先往反方向走 最後呢才會順勢往這個牛頓的這個方向擺去喔 那頭的擺動呢就是要來延續這個動作的力度 喔天啊現在影片才進行到第一拳啦 那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畫面呢這上下往內縮喔 變成一個類似電影的一個比例啊 通常呢畫面這樣處理呢 可以像這樣子更改畫面的這個情緒 變得比較認真的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說太多呢就有點柯南了 那這邊呢品質這個連續的巴掌開打啊 那分成三個鏡位 一個呢是過健保的肩膀去拍品質 一個是這個過著過了品質的肩膀去拍健保 那一個呢是在遠方拍攝兩個人 讓這個鏡頭可以做一個呼吸啊 那這邊稍微有不聯繫啊 就照理說應該是坐在沙發上面 可是這顆鏡頭啊 健保好像已經到沙發的後面了 那因為是這個巴掌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有說好 就是說可以直接直接打沒有關係喔 然後搭配巴掌的這個音效呢 會就是更有一個打擊感 那這邊呢一個新人類覺醒的音效之後呢 健保擋住品質的右拳左拳呢 然後鏡頭呢在品質的後方做了一個 快速的一個移動 那這邊呢最後在壞手熟的這個幫忙之下呢 讓這邊的場景可以稍微做一個休息 我只能說真的是很敬業的演員啊 真的真的犧牲很大 好 我們看到這邊這個品質好像是笑場了喔 那在一個左手巴掌之後呢 把整個場景就往右邊這個空間帶過去 那品質跟這個健保呢 踢到購物車之後呢 這個踢進去之後順勢一踢 沒有真的帶到購物車的這個整個倒法 那直接拍了購物車輪子滾動的一個畫面 那因為他們沒有辦法去控制購物車跟健保 撞到東西之後倒下 是否能夠完美去倒向該倒的地方 那當然也是怕健保受傷啦 因此呢用了影像符號的這個方式來處理 那影像符號就是一些我們可能會習慣期待的畫面喔 會有一些固定的戲劇化呈現 那呈現的方式呢可能就會演變成某一種符號 像這個呢就是購物車倒了之後 輪子在那邊滾啊 那或者是說這種拉斯維加斯的拉叭機 你銀錢呢就是一定要看到有下面有錢噴出來這樣子 或者是揍人就是一定要有 就是 就是要這種音效 那品質這個巴掌手啊兩邊再互打一次之後呢 這邊應該是因為這個品質這個表情很兇啊 所以做了一個慢動作的一個處理喔 來感受一下這個品質這個表情給予的這個張力喔 但是也有可能是要接這個背後背景音樂 準備要起來的一個高潮 那時間呢必須得要對到 所以這邊做了一個慢動作處理喔 接下來呢是一系列的對焦啊 在兩位演員做出一個橫向稍微弧撞的一個運鏡 踢了一腳之後呢 這個鏡頭呢就是在展現品質這個武術底子的畫面啊 喔平衡感真的很好耶 同樣呢也是做一個這個弧形的那個運鏡 接到品質的單腳把盒子踢向肩膀 這邊可以觀察到購物車呢在背景依舊存在 有注重到連貫性很不錯 然後呢腳插入箱子的這個動作 簡介是處理了兩次 一般來說如果是注重時間的一個前進合理性 會覺得說腳都已經插入盒子了 你下一個鏡頭就應該是直接是腳插入盒子的狀態 然後直接踢出去嘛 這讓我想起就之前有看過成龍在這個講解他的動作場面 他認為有些出拳跟動作有時候不同的鏡位 重複幾次是可以累積動作的一個力度喔 那尤其是這邊呢第一個鏡位相對來說 跟地板是平的 下一個鏡頭呢選的是用歪斜的 而且呢在踢腿的時候呢做了一個擺動 來增加這個動作的力度 不過這邊呢劍寶好像沒有馬上進入狀態 有一個小小的一個時間差 那這邊呢瓶子呢華麗的一個轉身 再來一個劈腿啊 硬是要雞蛋挑骨頭的話呢 就是瀏海啦瀏海不練習 那劍寶呢拿起電話交了兄弟過來 繞了這部影片的動作指導 洪家班的動作指導登場 那另外一位啊 嘎瑪也是這一次的動作指導 同時呢也是攝影師級一樣 那依舊呢也是用晃動那種鏡頭來呈現 動作指導這一系列動作的力度呢 第二位出來的時候呢 用這個可愛的體套動作 依舊是要讓前面這一系列的動作場面 結束之後呢可以稍微呼吸一下喘口氣 因為接下來呢就是又緊接著是要多人混戰喔 那這邊呢首先是一個右旋踢 品質踢完腿的動作之後呢 為了要閃動作指導的一個攻擊 直接翻身跳起來起身耶 喔 這邊真的就是在展現武術底子耶 閃過麗絲的攻擊 鏡頭呢一樣是轉成斜的 做了一個COMBO技啊 那第二腳呢也是跟前面所說的一樣 是用了一個Z軸的一個借位喔 那前面呢提到這個借位技巧之後呢 其實這邊一系列的這個攻擊 各位就可以看到了 就幾乎都是用這種 防身在做動作 然後呢這個桌子實在是有夠穩的耶 品質這一角也是看到這個健保精彩這個 甩頭的這個演出喔 那場地呢繼續往辦公室內側帶啊 選擇了幾樣武器都太重了 那這邊有特別做了一個轉場的處理喔 我想呢是因為如果用原本的手機鏡頭 瞬間移過去的時候拍手上的這個小扳手 對 就是YouTube留言區大家最想要的這個小扳手 可能會有對焦速度的問題 所以特別另外拍手的一個特寫喔 它就前進去做攻擊 那品質就簡單的一拳喔 音樂也瞬間停止 那這邊呢也同樣就是讓畫面跟節奏稍作呼吸 因為剛剛才結束一個大動作場面 那健保呢躲到椅子的後方 這邊呢就是讓很生氣的品質呢 很有力度的就是把椅子給踢爛了 這邊你看到椅子喔 其實有幾個有一個就是已經先切好的一個切痕喔 在這個四個椅角的部分呢 我們都期望左上角的這一個椅角呢被踢飛 畢竟是首當其衝的椅角 那右上的這個椅角必須說 它真的噴得非常漂亮 剛好是噴出去往鏡頭的前方噴手 而且是在踢完以後過了一陣子才轉下來 這個時間點真的是太剛好地漂亮喔 這個是沒有辦法去控制的結果 所以它們運氣真的是很好 那右下角的這個椅角 可以看到這邊就是有先切好 因為是離角最遠是最難踢到的地方 但是應該是要必須要讓它斷 才能夠去呈現這個踢級的破壞力 而且你看切口就是剛好是在一個 約莫80%左右的一個高度 不會被健保的腿遮住 但是又看得出來這個椅角有動 稍微可惜就是這邊這個斷裂沒有呈現 你知道木頭那種絲狀 就是肩肩肩肩肩那種絲狀 我覺得切得有點太乾淨 最後是左下角這個椅角 它們其實有刻意就是要讓這個椅角是不能斷的 你看之後椅子往旁邊一丟 這根椅角依舊是沒有斷裂 表示說其實沒有特別這個預先切割的 為什麼呢 我覺得是因為為了要讓這個椅子 依舊維持一個完整性 如果四個腳都斷 然後這個東西第一個 就是健保也沒有一個支撐點可以拿 然後這個椅子也會就是會變成一個坐墊 它會失去這整個物件的一個完整性 那之後呢 這段基本上就很多武術表演都會有 就是打木板的一個環節 那這邊應該都是要先處理過木板的部分 這個鏡位也是做一個歪斜的處理 就是讓品質就是在這個左上 給予右下的健保壓力 那畫面的最後呢 當然就是再給品質一個完結的動作 展現武術底子 就是絕佳平衡柔軟度的一個T級 那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啦 不過呢如果這邊要繼續接 通常這邊都會看到這種攻擊呢 會剛好落在重要部位很接近的地方 然後呢就可以繼續往下拍了 但是呢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了 那其實這整部影片看下來 這個動作場面其實是非常難達成的 就是它有很多條件必須要吻合 你可能打的人也要夠專業 平衡感也要很好 然後動作只要一怪怪的 其實馬上就會覺得你這個人的這個動作很詭異 所以這次可以看到品質的整個武打 還有包括健保兩個人這個武打的搭配 其實武術搭起來是非常非常的厲害的 非常不容易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都是真的是覺得 真的沒有在開玩笑是真的很厲害 所以我就希望說大家能夠同步 也是同樣有這樣子的一個感受 好啦那就感謝各位收看就是我這次 對於這部影片的分析啊 當然這都是我一個 就是以一個觀眾的一個身分 針對我自己主觀去看到的內容去做分析 有時候不一定是影片的創作者的本意啦 都是我自己的一個想法跟猜測 所以大家就是參考參考就好啦 那這個系列最主要的目的就是 希望觀眾能夠再看這些影片 覺得不要就是說只有覺得女生配合漂亮 男生帥不帥 這個影片搞不搞笑 除了這些之外呢 我希望能夠看到一些 就是他們拍攝很認真的細節喔 拍攝這種劇情或武打片 其實都很費神跟傷財的喔 但是觀眾可能覺得其實是業配 或者是沒有平常搞笑 就可能會miss掉一些很棒的一個部分 所以看完我的影片之後呢 除了要訂閱頻道之外啊 當然最重要就是要去看原創作者的影片啦 去留言跟訂閱給予最大的支持啦 那你看完我的影片呢 你的想法又是什麼 下個影片你們又希望我去評論誰呢 由你來決定 好啦那我們就在下一部的影片再見囉 我是部長 部長 部長 out